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在诅咒 在谩骂 在嘲弄 这是一个以嫉妒仇恨为常态的世界 噪音穿越你局促的空间 细菌在公共饮水机里繁殖 这样的世界 现实存在的社会 谁都不能否认 我们无时不在这些沮丧的因素群中碰撞 跌倒 爬起 假装不痛 希望明天会好一些 谁都知道 其实明天大概还像是昨天 前面更是一连串冲突的岁月 在这种世界里 写诗怎么可能只为了捕捉美呢 虽然诗不一定是为反映现实而做 更当然不是为反映某些特定的现实 如政客野心家所指定的那些而做 诗也不掉头离开人间的现实 诗不能只为追求非人间的假象 艺术的自由和寒荣到达绝对质大的时候 也表示他应该是超越艺术家个人好恶 是他诚实对待阳光下 以及阳光照不到的一切真相的时候 是他公平 率直 毫无迟疑的时候 诗应该将正面鄙视这个世界 纵使其中充斥许多不美 一如诗正面倾向这世界上无穷的美 正面鄙视人间的不美 但我们并无意以诅咒附和诅咒 以喧嚣回应喧嚣 我们在诗中表达了对糟恶冲突的关注 并不只是以文字正确地记录了 灾恶和冲突的具象 血淋淋的暴力残杀 呐喊很殴打 诗不是弦硬的机器 无忧全面反映具象 诗是一种艺术 它整理现实 将具象的深色 转化为抽象的理念 去表达诗人的心思 根据它所掌握到的诠释原则 促使现实输出普遍可解的知识 是不复制具象事件 是要归纳问乱的因素 加以排比分析 附着不美的世界 以某种解说 当一首诗完成的时候 即使我们发现 它所处理的主题 是嫉妒和仇恨 是愤怒和写心 如莎士比亚的奥赛罗 它终于还是完成了 于是它处理的主题 虽然不美 它只为一首诗 一首以戏剧张力 推展开来的大诗 它能完成的内容 却是美 这时日落的方向是西 越过眼前的柏树 潮水死岸 但只每一遍波浪 都从花莲开始 那时也曾经问过 远方不知有没有一个海岸 如今 那彼岸此岸 唯有飘零的星光 也唯有一片星光 照我疲倦的伤感 细问汹涌而来的波浪 可怀念花莲的沙滩 不知道一片波浪 喧哗像花莲的沙滩 回流之后 也要经过十个夏天 才赶到此 想必也许是一时介入的决心 翻身刹那就已成形 忽然是同样一片海浪来了 宁静的意向无人的海岸 如果我静坐天朝 观察每一片波浪的形状 并且为自己的未来写生 像左手边那片小的 莫非是浮生的鱼苗 像那片姿态适中的 大概是野草 像远处那片大的 也许是飞鱼奔火于夏天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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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一片波浪涌向无人的此岸 这时我该决定做什么最好呢 也许还是做它波浪 也许是飞鱼奔火于夏天的夜晚 忽然翻身一时回流 卸入宁静的海 翼向花莲的沙滩 音乐 音乐 然则 当我涉足入海 轻微的质量不灭 水未涨高 彼岸的沙滩当更湿了一泉 当我继续前行 甚至淹没于无人的此岸七尺一息 不知道六月的花莲啊 花莲 是否又谣传海啸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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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